今天我们来做烤包子 用到的材料是伊比利亚猪肉 Prazza 100克 Belly 60克 其他都切丁 五花肉加一茶匙酱油拌匀 热锅无油 然后炒Prazza Prazza是煎肉和里脊中间的部位 炒到变色 锅里加少许的油 开始炒面酱 翻炒一下 然后加入笋钉 和猪肉一起翻炒 加米酒 加一茶匙糖 收汁以后倒出来备用 趁热倒入腌制好的五花肉 放凉备用 150克面粉 2克快速发酵粉 倒入90克水 搅拌成团 一块儿 搅拌成这个样子以后 把面絮倒在硅胶布上面 现在开始揉面 这一步我们只需要把面团揉到稍微光滑一些就可以了 洗面十分钟 再继续揉搓面团大约一分钟的时间 中间可以根据情况加上一点面布 要揉到完全光滑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洗面25分钟 面醒好之前把葱末倒在肉馅上 现在面粉已经可以做成包子了 撒上一些面布 把面团分成六个面剂子 取一个面剂子 擀开 擀成这样大小的 然后现在再把葱末和肉馅拌匀 一定不要提前拌 防止葱会出水 用这样的方法把面皮包起来 收口的大小看你自己的心情吧 其实这是挺无所谓的 封好口 要轻轻的捏 轻轻的拍 这个皮是很薄的很容易破 一定要注意 我们再做一个 还是照样 把面皮子擀开 然后装上肉馅儿 这些肉馅儿正好可以包六个 当然如果你想用包包子的正常手法包也是可以的 这种包法比较偷懒 这样就把六个剂子都做成包子的样子 做好以后我们 在硅胶布上撒点面铺 然后轻轻的把包子拍扁 不需要拍得很扁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包子放在烤盘上面 进烤箱饧25分钟 进烤箱只要是为了防止皮在外面风干 烤箱预热前往包子上面喷一些水 然后烤箱预热230度设定15分钟 在烤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以加入3分钟的蒸汽 如果烤箱没有蒸汽功能 也可以不选择 烤到一半的时候烤盘取出来转一个方向 这是因为我家的烤箱 右侧温度比较高 也可以再选择3分钟的蒸汽 如此功能也可以喷水或者忽略 我在15分钟以后又再烤了4分钟 让包子表皮更脆一点 的烤箱 就是这样的烤箱 你可以去看 感谢观看